哈喽各位童话的伙伴们你们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记录关于大老板之族 他现在是可以配上大火桃 然后来描这个龙宫山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之族的他的状况 首先我们看之族的现在他的等级是126 然后他的卡记是到了卡记100 然后精算也练到满了151 全记122 所以他现在的表上是3万 蜘蛛他现在用的这个是960亿的算盘 960亿的算盘 然后其他装备呢就是在上场都找得到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 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宠物 宠物就是经历 经历这一只经历呢就已经 经历过一次基金的降级 然后现在是回去92等 力量是836 加上玩具的话就886 所以全部数据就让资族有这个表上3万的这个表上 不过他还是需要大火刀来增加伤害 大火刀呢我们就来看看一朵花的这个神手 一朵花的神手现在是在81 81再加上他的血石魔杖的话 神手就加26 因为没有现在找不到那个那个神手账啊 而且很贵啊之前问过一把好像是要5.5亿 所以还是算了吧就去改这个 血石魔杖吧去改到26的神手 刚才81加上26就变成107再加上这一本书的话 就变成呃这本书是23神手 加上去107加23就变成了130的神手 所以加上130的神手刚刚好可以过掉那个 月亮水母的血量 月亮水母的血量是在 929,622,600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135等级的月亮水母 只要你可以瞄掉135等级的月亮水母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 秒掉了 好我们来开始找一找 月亮水母 135最重要是以后排为标准 没有 这一局是没有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么多水母 129 126 135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就是最高等 在龙公山里面最高等的水母 就是2700 所以刚刚好过 他的血量是92600 所以刚刚好过100 这么多水母 134 129 126 所以如果 没有的话也其实是 都可以瞄的都不会有问题的 再打多几次看一看 135的月亮水母 没问题了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做一个记录 那么下一次的目标呢 就如果是想如果是说不想要大火刀然后来打鬼山的话 那个目标就实在实在太高了 一个平民老板的话其实是很难办得到的 因为需要增多一倍的伤害如果没有掉大火刀 是挺难的是挺难的 所以接下来的目标应该是爱事林地吧 大火刀爱事林地吧 到时候也可能会有一只光丽 去降一只基金光丽去爱事林地 把等级拉上来 然后再把精算拉上来 再加上全级拉上来 过后才来考虑说要不要 在基金经历 然后才来不需要大火刀的龙山 因为接上去的话140等150等的话 你都大部分都是需要去到黑基来升级了 黑基的话就以光丽为主啊 所以到时候看看还真的值不值得再用那个基金来降这个精力 来免除掉这个大火刀打龙山 所以到时再看看吧 我们再重复看看一下 蜘蛛的这个状况 126等 然后力量是614 力量这个也无法做一个标准 因为它有装备在 所以我们最重要是看以等级 等级的话 全级我就很少练了 122等 因为你一个等级的全级的话 如果没有记错是增加表伤 大概一个是25到30吧 25到30 反而是精算的话 可以增加到100到110左右 就变成了精算是 是最主要的一个 增加伤害的一个技能了 所以就抽空去练吧 接下来就是金钱攻击 金钱攻击就是卡记 卡记的话就真的是什么都不重要了 就是卡记最重要了 可以的话就练越高越好了 因为你卡记越高的话 你的命中率也会高 伤害也会高 所以你看我的命中率现在5300 不过基本上你打龙3的话 就算我的等级在126 它的命中率也是挺好的 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再加上一个随敏虫来增加命中率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卡记真的是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吗 所以就大概表上3万 再加上精力 它的力量是在886 886精力表上3万 卡记100 精算150亿 那么你就再配上这个大火刀 大火刀的这个神手是在 81 81加上这个张26就107 107加上这本书就130 神手130就可以秒掉那个月亮水母了 好吗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影片下方提出吧 我们来讨论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啦 bye